猜猜我抹的是什么酱啊 有人问我会不会做抹茶吐司 我怎么可能做简单的抹茶吐司呢 当然要来做抹茶加成吐司 试试看吧 我尽力了 我想做三种花样 但是我忽然没有灵感了 就只好乱乱的做了三种图案 那我们来看看到底谁发酵的比较漂亮吧 发酵45分钟了 谁比较漂亮啊 好像还是这一坨最漂亮 上面那一坨也可以 这是谁设计的啊 一点造型都没有啊 算了 就参考吧 那准备退入烤箱咯 再来就是烤30分钟 基本上我是190度烤20分钟 160度烤10分钟 我觉得这样子上火才不会太黑 那我们就让它加油吧 可能有点甜所以烤的比较黑 而且我可能抹茶粉拌油好像不够凝固 所以它有点爆浆了 听说是不是应该要拌一点低粉啊 但是我找不到适合的比例 所以我才没办 我觉得这个网状的看起来好漂亮哦 层次很美 这个也可以 哦 这是到底谁做的啊 真的太丑了吧 好吧 就先吃掉它吧 嗯 但是 里面的口感是可以的 哦 谢谢你 对 因为有嚼劲的那种 然后这个酱还OK 抹茶味没有很浓 我觉得可以接受 如果不爱抹茶就有了 好 谢谢 不会 谢谢同事 而且很好修图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